哈囉 大家好 我是藍教頭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這支 最新的ONIX NANO 1000Z 這支球拍 剛出來我就 買來 然後自己測試一下 4U的NANO 1000Z 看看感覺是怎麼樣 馬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以四個 長球 平球 斜球 殺球 還有一個實戰 來跟大家分享 這支球拍的打感是怎麼樣 首先今天在介紹自己的心得之前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支球拍的顏色 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普通 讓我想到 以前的某一支球拍 好像是 跟鈴丹有關係的那支球拍 EF2的某個塗裝 老實說覺得 就是沒有非常吸引我這樣 但是秉持著 它還蠻火紅的 而且 廣告也蠻多的 所以我們就 買回來測試一下 當然測試完之後呢 這支球拍就要賣掉 不過 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 IG私訊一下 或許 就是 可以把這支球拍買走 當作你的新武器這樣子 這支球拍 這支球拍我 穿的是 UNIX DG80 28 然後呢 貨把是綁 歪歪裸把 裡面的底皮 沒有拆掉 穿的是 有點黃綠色的一個線 這個 一開始我打的時候 對這個感覺 十分的 熟悉 又陌生 為什麼說熟悉又陌生 絕對它好像不容易是球拍 可是 又覺得好像 沒有那麼的 相似 我們先從 平球開始說起好了 平球它就是 打桿一半 它的中桿呢 不是說特異 但也是說 特別軟 比較像是一支 不會晃動的 木棒 擊球 的感覺 就普通普通 好像就是把球打過去而已 並沒有讓我 特別驚嚴的地方 不管是生命 或是擊球桿 都覺得普通 長球的話 我自己覺得 也是 差不多 但是它在最後的時候 我就覺得一個 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 它好像會 做一個最後的延伸 打出去之後 你的手腕跟手指發力之後 會有一個延伸的感覺 這個是 我在其他球拍上 比較 少感覺到的 然後 長球 最後出去的那個瞬間 如果你加一個力量 加大一點的力量的話 它的延伸性好之外 它還會有一個延伸到 最後的感覺 就是 一段力量可以再多發一點點的感覺 有點難用 語言文字形容 但我就盡量 把我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 撒球的部分 因為這個框它比較 比較薄一點 比較細一點 但是它這個 頭的這個地方 又覺得它好像 做得特別厚 就是側邊的框跟 中間上面好像 這個粗度有點不太一樣 肉眼看起來啊 但是 在實際上揮的過程中 它算是 比較輕盈的 比較輕盈的 它的 瞬間加速呢 也比較快 當你要 中殺一拍的時候 它的瞬間 頭帶的速度 我覺得是油的 但是它擊球到的那個 紮實度 或者是說 聲音啊 聽起來並沒有像 那種發白這樣子 這麼的清脆 或者是 乾淨 它反而是有一點 就是 黏黏的感覺 那這個黏黏的感覺呢 中 球頭的那個瞬間 它會 感覺有點 吸住球頭 然後再 帶出去 的那個 瞬間感受 這個 應該也是發生在 零點幾秒 中間的 感覺 不是很好描述 或許我描述也不夠精準 但是 我的感覺就是它是 有一個拍頭的黏膩感 當你在瞬間發力的那個時候 它有這樣 帶給我這樣的感覺 切球的話它 其實蠻薄的 就是它在切的過程中 我覺得它是整個有 吸住的感覺 這個黏膩感 在切球上 我就覺得還 不錯 可以 把球控得比較 穩定一點 或者是說 只要是跟 需要滯留在 拍子上比較久的時候 它的這個黏膩感 就帶給我 還不錯的 體驗這樣 戳小球 就是在輕技術方面 戳小球 或是勾對角 或是 防守的這些過程 我覺得 給我的感受是還不錯的 相比這個 進攻啦 就是 殺球或切球 如果是以防守的 這個過程 我覺得它是 帶給我 比較好的體驗 因為它的這個黏膩感 可以讓我在 出拍的瞬間 做一點變化 例如說 我可以 慢一點再打 然後 勾對角 你會覺得把 球吸住 再墊過去 這個 黏膩感 帶給我 還不錯的體驗 相對 如果它是 進攻的話 你會讓它防守 稍微 在做這個 新技術的防守 稍微是比較 出色一點 因為它在防守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這個球 球拍頭 擊中的時候是 有點吸 吸住的感覺 蠻扎實的 不會說就是好像 一碰到球就 就彈出去 這樣 比較不像八百這樣 八百它在 防守的過程中 是比較 沒有這麼的黏 它也是 初拍比較直接的 所以 在防守 比較沒有辦法 好像思考這麼久 或者是 猶豫這麼久 這樣子 打完基本球之後 我就 下去實戰 那這個實戰的過程中 它 給我了蠻多 不一樣的感受 就是說 當我在大力進攻 或者是我在防守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它這次真的是一支 比較偏向 均衡的牌子 當然我剛才前面說 打基本球 我可以明顯感受到 它在 進攻球跟防守球之間 不同的 感受差別 但是如果在實戰中的話 可能是比較快啊 比較沒有時間去感受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支球拍 是一支比較 均衡的牌子 那這個均衡的就是說 它好像每個技能都點一點 都點一些 它不是說 好像 某個技能特別突出 這一支1000Z呢 對我來說它是一支 比較均衡的牌子 並沒有哪一個地方特別 突出 所以你要問我說 他到底 好不好打 或者是說值不值得我換球拍的話 對於目前的我來說 是否定的 我應該不會換球拍 我還是繼續拿我的霸牌這樣子 但是 這種球拍 比較適合 什麼樣的人打呢 我覺得 是 在各個方面 都沒有 特別 在意 那個打感的人 也就是說 他拿起來 他什麼球都打起來 好像差不多 並沒有說 技能哪一個是比較特長的 這一種人 我覺得他就比較適合 打這樣子的球 那在這個影片中呢 我還會放一些就是 球友的一些打感 球友的一些 心得 我們會借球友打一下 然後 混著他一些心得感 然後 會放在影片的後面 給大家 參考一下 看看是不是 大家 對於這個球拍 感受是不一樣 因為他 據他來說 他覺得非常好打 他覺得他要去試一下3U的 然後 再考慮是不是要換拍這樣子 對我來說 我是保持著 不會換拍的 當我打到這支球拍之後 OK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 大家可以 看一下 我們的幕後花絮 也就是 打球的一些 漏網鏡頭 看看這支球拍 實際上 在我的手中打起來 感覺怎麼樣 好 我們如果有新的球拍 再 跟大家分享囉 以上就是我今天對 這個永遠值 1000Z的這個心得 我是燃救頭 下次見囉 掰 我覺得蠻好感 我覺得他會咬球 他 我算28嘛 對不對 我覺得 28的那個 線的棒速 就剛好 蠻要求 控球蠻好控球 對防守 我覺得也蠻好 因為4U嘛 我覺得4U 蠻好上手 所以你總體給他評價算是蠻高的 蠻高的 因為我原本覺得 NF800算 很高 我覺得我不會再換球 可是這次我會想換 真的假的 真的 他是我講換 你給他打個分數 0到100好了 0到100 對 我覺得最少也有95 這麼高 可能差 試3U看看 不然會更行 那下次有機會試看3U 可以可以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